耶嘿 大家好 我們是草屯小孩 今天寶島神人大全新企劃單元 廟定講故事 就由我們來擔任蛇屬人啦 來跟大家說說台灣的民俗故事 新片喔 因為故事有很多版本 今天超團說的是其中節 其中節 網路頭上的觀眾朋友 知道原來台灣有這樣的故事存在 所以故事開始進行 歡迎頻道 我跟妳說 說故事的時候 拿包的時候有沒有 我這支就拿出來 喔喔喔 你很差啦 很差啦 來 今天要說什麼故事咧 今天要說的故事進行 我想要唱一首歌 來 唱一首歌 來 唱一首歌 有馬祖真 親唱一首歌 平常 點王 是最堅韌的心 是誰說你們可以在這邊打歌的 今天說故事不是來唱歌 好啦 這樣我僅僅 其實實在 我們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 當然就是麻祖 麻祖 沒有我怎麼會唱這首歌 像是我從小到現在 都是一直為媽祖在服務 八加九啦 八加九啦 我是潛心的啦 比較透明啦 對對對 對媽祖堅定的信仰 其實也都反映在 我們一些創作的音樂元素 對 對 因為麻祖 今天有這麼多故事 多得要扣一下 今天要說什麼故事啦 今天要跟大家說 麻祖 是如何說服 我們這個兩位價錢將軍 千里遠順風 千里順風 沒錯 來 咬一下 千里順風 千里順風 他們的洞中要怎麼比 千里安就是這樣看 順風 順風你就是這樣聽 就讓我代替千順將軍 來懲罰你吧 他們壓什麼兵器咧 一個壓寶頭 斧頭 斧頭 我說答案的時候 你就要斧斧斧 再一次再一次 來 一個壓什麼 斧頭啊 另外一個呢 方天化籍 是誰說你們兩個可以這樣脫台錢的 他們就是一家一家冰箱 對喔 後面倒喔 一個就是青 一個就是紅的 對 兩個都是湯匙咖 戴鵝環 戴鵝環 對 那面都好像沒吃飯 戴鵝環 對 那衣服都敷了 敷了就算是老白鵝滾 對 老白鵝滾 太閃 因為腰尖嘛 腰尖就是腰尖的款 你們兩個才是謀幻界裡面的第一名吧 沒錯 千里遠與順豐的將軍呢 他們稱為金晶與水晶將軍 有一個公喚 他們是傳統中國 西方和北方的靈氣所誕生的 其實這西方屬金啊 所以就誕生了千里遠叫金晶 這只是跟金木水渦圖的 對 意思是一樣的 我告訴你那個有一連片很長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在大寶克里 大寶克里 大寶克里要幫我們說一下 是誰准你們亂Q後製的莫名其妙 啊北方屬水啦 屬水 所以順豐爾叫做水晶 水晶 那千里遠與順豐爾 這兩個媽祖的專屬的價錢將軍呢 相信大家其實都不陌生 有去表演都會看到 對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他們的開始來對媽祖 喂 這段好水 繼續說下去啦 現在要說什麼嗎 好來 現在才要說重點 那我前面幾分鐘做後製花的時間 你們要把青春還給我嗎 我們兩個之前啊 我們兩個進行是沒有嗎 扮演過這些千里遠的負責 有的貴賓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 跟我們來講 一定是非常精采的 沒錯 那我們也別說太多 趕快跟大家說 媽祖收千歲 好 千里遠與順豐爾 他們兩個是親兄兄弟 親兄弟 親兄弟一個叫高明姊 叫高主 他們兩個是在遠古的時代 有著要保護部落而戰 保護部落而戰 然後他們兩個就去跟人家 這什麼事 挑戰 他們兩個就跟兄弟 互相依偽嘛 所以沒有人跟他們祭拜 他們就成為幾個女婿 然後他們就做幾個女婿 整天要拌到手 他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沒辦法 對對對 他們就遊當個桃花山 喔 桃花山 不是花果山啊 還在花果 不是花果山啊 還在花果山 我告訴你 桃花山啊 它是一塊風水寶地 風水寶地 但是這兩個兄弟也很聰明 一棵看就想到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們兩個是要在這裡想 對 那桃花山一盛產上面 桃樹和柳樹 末氣對他們倆來說有多難 我想應該就像讓我六點下班一樣的遙不可及吧 一盛產桃樹和柳樹 所以這兩個兄弟其實就很聰明 這個高明啊 這個哥哥啊 他就以這個桃樹為祭腿 喔 米里像我裡面 米里像我裡面 你不知道他在唱什麼 他在唱什麼 他就這樣練舊了千里眼 他在看 我也實在跟他有殘酷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練 對 他就是練舊千里眼 然後 一直在盤喚啦 一直在盤喚 然後高絕一變柳樹喔 他也是二男手喔 啊 水在哪裡 沒有 有水沒有水我不知道 因為畢竟我們男人 對 撐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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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要說了 尤其這兩個兄弟就是 他就是一個是 頭巾跟撈腰 都會出來為非地方百姓 要來跟他們起呼啊 說到這個時候 大家都真的苦不堪勇 說不定 拜託 大家去桃花山 在撐著風 那兩個就在亂 然後大家都怕誰撐著 像我旁邊撐著風 對 對 那兩個就是這樣 不夠行 不怪我 不怪那時候我做生 但是現在是生 不要再偶非說 不要再偶非說 什麼 你們到現在才發現自己在偶非說 所以他們就是苦不堪言嘛 然後他們就把眾生 祈求啊 說喔 希望說我們眾生可以收 這兩個在偶非說 對 來 重點來了 你怎麼知道有什麼 大家都沒辦法 什麼 因為這整個桃花山啊 最重要的 就是兩種像話嘛 我剛好有說過 桃樹跟流樹 對啊 對啊 那現在找不到他們 要自己想你怎麼知道他們才一張 對啊 整片山都是 對啊 那那個生民 那頭花山不要一定頭有很多 一些油 所以大家都去賣牛 對 生民也不可能跟他們做雙修 不然那村民是要去賣牛 對吧 所以他們沒辦法 這個時候 菜菜菜 幾位神奇掉出來啦 哈哈 對不起 我書讀得少 平常也沒有太多時間上網 這個給我真的接不住 不知道怎麼後製 你先叫我告 好 辣 這個主角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媽祖 媽祖就說了 唉唷 我已經想到方法 可以把這兩個妖精 收好起來 唉唷 你知道媽祖怎麼樣 什麼人啊 It's a moon 媽祖他打扮成這個彩藥女子 Cosplay啊 Cosplay 他就去桃花山彩藥了 對 然後這個兩個妖精啊 整天也在那幾個彩藥 不知道在做什麼 在那邊沒有想 走走走走走 唉唷 今天來了一個獲勝齁 嘿 為什麼這種調戲女孩子的話 從你們口中說出 是如此的自然不做作 看到這個材藥女子 其實因為他媽媽 殊不知癮 這是媽祖講法 媽祖的方法就是不先打草精神 對 因為很多人就是 他們都知道 有一個生命要去的東西 心理起來 所以這次媽祖很聰明 他這樣Cosplay 總算是有他的用意 準備吃啤啦 嘿嘿 然後這些兩個妖精 這些時候 衝 衝出來 鄉用衝出來 衝來跟媽祖的臉上 對 對 姑娘 叫我好嗎 嘿嘿 姑娘 叫我回去我們家好嗎 但是 在這一瞬間 他們心裡也覺得奇怪 通常那些居民 如果看到他們這樣衝出來 走到什麼就走 你會怕 對 但是媽祖二話不說 他也獻出他的原型 你說我們就站在那邊 沒錯 他就 沒有他就直接講了 他獻出原型之後 他就說 我是誰 我是媽祖 直接唱名好 直接唱名好 我跟你說 你們兩個在兄弟子 我今天來跟你們交出挑戰 如果你們兩個輸了 從此之後 不可以再出來作亂 但是如果今天我輸了的話 我的修為全部送給你們 來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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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對 兩個打一個 兩個打一個 你想到不公平 不公平啊 但是這就是性格 要讓他們屈服 對 他這個就是大愛 但是他法律很高強的啊 媽祖跟千六元送分 他開始大戰三天三夜喔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三天八夜 對不起 雖然你們沒有唱 但我真的忍不住 太瘋了啦 沒有啦 三天三夜 那個人說的嘛 我們的一天是誰的 一小時嘛 有的人說 三小時 三小時而已 算是往腳包帶 包帶啦 其實時間 其實時間過很快 你不要想我多 不要亂說 我再三明星 但是現在要跟你逼解 要吃飯喔 對 但是你怎麼知道媽祖 他最好使出一艘絕招 怎麼給他收服 三明爪焦咧 三昧真佛 三昧真佛 哇厲害 齁 這麼厲害啊 三昧真佛大家都聽說過 西游季裡啊 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 號稱的金剛不壞之身 都受不了這種火焰 由此呢可見三昧真佛的厲害 整片山都死了 沒有啦 不能收到整片山 我們剛才一開始有說過 怎麼能收到整片山 媽祖宏會針對她們兩個兄弟而已 燒到挨挨挨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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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高明跟高絕 這兩個兄弟而已 他不但答應媽祖一開始的要求 他罵他又說 他飾演他絕對這四人 都對著媽祖的神父 在做一個架神父 真的嚇到 他也是不覺得 媽祖真的是法律高雄 法律高雄 你最幸福無情鄉鄉 天貴情深呼喬良 向福教佳奢利順豐 向民謡農憤怒 射身為旗 好名憲憲連天 天上生了出去 欸 其實啦 我們這個媽祖 你來看他這樣煎 什麼生命爭火 這樣燒了有的不的 其實喔 這個故事裡面 也是新鮮出媽祖 他慈悲為懷 想要幫助那些民眾的感覺 對 其實媽祖 可以直接把那兩個搖子處理掉 對 可是沒有把它處理掉 對啊 所以你來看他有過人的智慧 還有高強的法律 但是你來看他這個三天三夜 這個禪到那裡 這個故事當中 他其實也有 勸能向上的意味 所以各位 今天聽完這個故事 是不是對媽祖有更了解一些 你夠了解咧 你夠了解 今天媽祖收錢順的故事 是不是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我是草屯 我是阿湯 如果喜歡我們的故事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訂閱寶島神很大 YouTube頻道 並開啟更加小鈴鐺 想要知道更多台灣民俗生活 知識與資訊 記得常來寶島神很大 Online民俗神網走走 草屯雲辣 有聽說過 我們下次見 Yeah Yeah